週五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業協會大洛杉磯分會宣布 將舉行第二年 深遠台灣加入世界衛生大會的汽車遊行活動 車隊計畫5月7日 從南疆核桃市出發 台灣的醫療水準 我們希望對世界國際間能夠有所貢獻 這是我們唯一的訴求 當天 僑務諮詢委員高啟正梁永泰和方校委律師 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會長陳啟智等多位僑界精英都出席記者會 我們從2006年到2017年 台灣一直是世衛組織的觀察員 但是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不再世了 我們希望能夠再成為世的 4月27日的時候 美國眾議院通過了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說 他們通過讓台灣能夠再度成為世衛組織的觀察員 本週三 美國眾議院以425票贊成 0票反對 通過了台灣加入世衛大會的提案 接下來將交由總統拜登簽署批准後生效 新唐人記者 玉京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 玉京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